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贵妃被叫金之身受重伤 却还任性不能在后背上留下疤痕 然而在剧集的中后期 佳平双胞胎姐妹上线 称皇上宠妃 各领落平起平左 玉花园贤妃言起攻略剧照剧集 说道高贵妃在玉花园被贤妃激怒 贤妃拿皇后怀孕罗姨是高贵妃将来的下场 然而高贵妃却精神轨迹 想要对付皇后 当高贵妃却得到被交金之的报应 躺在床上痛不欲生 贵妃性命堪余 却不让他叶天使诊治 只因为担心留疤 皇上强行让叶天使救治 叶天使才发现铁水和金之混在一起 高贵妃最终选择自建领和范 贵妃 佳平佳平言起攻略 还记得当初的佳平吗 他有阿哥在手 却无奈帮助高贵妃 导致自己被降位贵人 阿哥抚养权也被夺走 佳平未从贤妃手上夺回阿哥抚养权 竟然利用自己的亲骨肉 最终被玄妃 陈妃 皇上等人揭穿 再度被降级打入北三所 贤妃去北三所探望佳平 却被佳平挪斥无能 佳平告诉贤妃家破人亡的真相 贤妃黑话狠心将佳平解决 然而佳平却复活上线了 魏英洛魏英洛 佳平原来金家再度安排 佳平的双胞胎姐妹进攻 是同一个扮演者 该角色也同样被封为佳平 所以佳平复活上线 这次的佳平可跟原本的那位完全不一样 似爱哥的圣母佳平 被保住孩子各种隐忍 活在高贵碑的压榨之下 而新上线的佳平 则是为了皇宠娇俏攻心 不择手段而狠角色 要知道一个分尸两角 而且完全是两个不同性格的人 作为演员是很难驾驭的 不过许多网友表示更期待佳平的复活上线 双身花心佳平上线后 与涅槃重生的魏英洛平起平坐 两人都是是粉皇上的宠妃 此外还有许多角色也陆续上线 不知到对此 大家的看法又是如何的呢 赶快到评论 下方来和我们一起聊聊吧 更多新鲜娱乐资讯 敬请关注小编藏粉滴答 本文由小编原创 如有侵权 请联系删除